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一举打败了饶舌天王阿姆和亚瑟小子 2010年第38届全美音乐奖 11月21号在洛杉矶Nokia剧院盛大举行 年仅16岁的小贾斯丁是今年的最大赢家 一口气拿下最受欢迎专辑 年度新人 年度艺人和最受欢迎男歌手等四座大将 甚至打败了饶舌天王阿姆和亚瑟小子 来自加拿大的小贾斯丁 同时也是年度艺人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奖人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我从小就唱阿姆的歌 亚瑟小子是我的良师义友 真的很惊讶 发觉小贾斯丁成为艺人的亚瑟小子 虽然无缘拿下年度艺人奖 但也获得最佳灵魂和RNB男歌手奖 最佳乡村音乐男歌手是布莱德·派斯里 女歌手方面 没有出席颁奖典礼的女神卡卡 获得最佳流行女歌手 维哈纳抱走最佳RNB女歌手奖 去年年度艺人得主小天后泰勒斯 今年赢得最佳乡村音乐女歌手奖 全美音乐奖由美国民众票选决定 被视为是美国年轻人对流行音乐文化喜好的指标 国际电视爱美奖日前在美国纽约举行 今年的最大赢家是英国 英国的电视节目和影集 一口气爆走了五座重要的奖项 典礼的最高荣誉创始人奖 也颁发给了前美国偶像英国读舍评审Simon Kow 国际爱美奖11月22号晚上在纽约举行 今年的大赢家是英国 一共爆走五个主要奖项 美国偶像前读舍评审Simon Kow 赢得国际爱美奖的最高荣誉创始人奖 这真的太棒了 谢谢大家 回顾过去十年 我可以很珍惜地说 过去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有人说名气财富还有成功会摧毁一个人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英国女星海伦娜波汉卡特 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不过她无法出席领奖 老牌演员包博霍金森 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同样无法出席典礼的她 由颁奖人伊莱沃勒克代替领奖 英国电视影集The Street 是今年最佳剧情片奖得主 以色列影集红绿灯Traffic Light 拿下最佳喜剧奖 电视连续剧方面 葡萄牙影集我的爱My Love 赢得最佳连续剧奖 这是葡萄牙首次获得国际爱美奖 今年叫做国际电视爱美奖的入围者 共有39个 分别来自15个不同的国家 美国热门电视节目 与星共舞第11季的节目落幕了 本季的最后冠军 是现年50岁的女星珍妮弗·葛雷 前共和党副总统参选人 莎拉培林的女儿Bristol 也晋级到了决赛 不过最后只拿了第三名 美国热门电视选秀节目 Dancing with the Stars 与星共舞11月23号晚间 举行本季比赛的总决赛 现年50岁的资深女演员 珍妮弗·葛雷 一直以来夺冠的呼声最高 她和她的搭档 获得评审给予满分的评价 她们在总决赛中表现也最亮眼 两人默契十足 让人看不出珍妮弗 因为长时间练舞 而身受严重的脖子 和后背疼痛所折磨 精湛的舞技 最后让她们这一组 夺下本季比赛的冠军 迪士尼频道同心出身的 19岁男星凯尔·梅西 原本夺冠的呼声也很高 但在23号总决赛里 还是不逼珍妮弗成为第二名 这位女舞者 就是前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莎拉培林的女儿Bristol 她一路过关斩将 杀到总决赛 虽然过程备受争议 许多人批评她舞技平平 只是夹带着高人气而晋级 比赛最后 她获得本季比赛第三名的成绩 刚刚我们提到 前共和党副总统参选人 莎拉培林的女儿 参加与星共舞的节目 不过莎拉自己也没闲着 除了主持自己的电视节目之外 她最近还出版了新书 可能你看过她的电视真人秀 可能你看过她的推特 可能你看过她女儿 上与星共舞的节目 前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莎拉培林除了是政治人物外 她还忙于许多不同的活动 最近她即将出版 她第二本新书 America by Heart 新系美国 书中她大肆批评奥巴马总统 莎拉培林 频繁地出现在电视荧光幕上 难道她想继续搅筑 2010年的总统大选吗 我还在考虑这件事 如果这对国家是好的 对我的家庭等等都是好的 我会考虑 她的新书巡回活动 包括一些重要 比较早进行投票的州 爱荷华州和南卡罗莱纳州 如果她真的要参加 下次总统选举 预计可能会有 大批培林支持者出现 不过不是每一位保守派人士 都支持她继续参选的可能性 美国前第一夫人 巴巴拉布什这样说 我觉得她在阿拉斯加很开心 我希望她继续留在那里 无论如何 在培林的世界里 她成功地吸引了民众的关注 但结果的好坏 必须要等到选举才知道 莎拉培林的新书宣传活动 11月23号在全美各地展开 美国著名影星哈里逊福特 日前出席圣塔巴巴拉影展 接受寇克道格拉斯奖 表彰她的演艺事业 而活动颁奖人 正是寇克道格拉斯 美国影星哈里逊福特 11月19号受邀出席 圣塔巴巴拉影展 领取第五届寇克道格拉斯奖 表彰她在电影圈中的成就 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还有这些正面的评价 我有点感到不好意思 现年93岁的寇克道格拉斯 则是颁奖人 这个奖是以他的名字所命名的 面对媒体的询问 寇克道格拉斯 也讲到了一些关于儿子 迈克道格拉斯的复原情形 迈克情况良好 他越来越坚强 奥斯卡影帝迈克道格拉斯 在今年早些时候 发现罹患咽喉癌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